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则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法五当中的第三个也叫做《喜念处》 分两个方面来续说一个是意识不成立 第二个更是不成立 首先讲意识不成立 以不知诸根不知舍异中不知灭湖外欲处也不得 讲这里所谓的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清楚 自己都有这样明明清新的 七心动念的一种分别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形式在觉罪法我的时候要分析为不成立 当然在名言当中 世间的现象当中我们也谁都承认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颗心 这颗心也寥寥分明能了知一切万世万物的本体 它的特征 分类等等 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播持 现在现象的这一颗心不存在呢 从事先迷乱的现象角度来讲 并不是播持现象的现象分 而从生意空性的角度或者说 抉择一切万法真相的侧面来讲 确实是我们现在正在七心动念的这一颗心 抉择为远离四边罢息 这就是所谓的母薄弱 是这样来理解的 这样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在中观当中 也就是说在智慧品当中通过分析观察来进行抉择 最后不成为石油 还有通过窍诀来抉择 认识自己心的本性 这就是密法的窍诀 上师如意宝以前讲过 我们宗观里面所抉择的 是显宗的分析来解释心的本性 然后密宗当中依靠善知识的指点 以自己的信心来了知自己心的本来面目 是有两种不同的窍诀 但实际上所达到的目标完全可以说是一致的 只不过密宗当中觉罪我们的心是比较方便 不需要苦心 只要利根者具有信心以后 依靠上师的殊胜指点方法来当下可以开悟 当下可以顿悟 无论是禅宗也好 我们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多的成就者和修行人 依此而获得证悟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应该是以显宗的分析 观察方法来觉知所谓的心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这样观察之后 很多人以前根本不知道到底这一颗心是什么样的东西 虽然我们心理学也好很多世间的学问当中 知道是心没有颜色形状的 心它是不可获得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本体呢 谁也不可言说的 那么我们佛教当中完全明白 应该很详细地说明你心的这样的本体 分析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是不要担着一些字面上 一定要用心来抉择 我的这一颗心要是存在的话在灵者面前应该是成立的 就像我看见柱子存在我用掩饰面前可以显力 那么心不存在的话 任何一个理由也是不能建立的话 那我承认心的本体是空性 应该这样来建立 那么心它不会注意在根 根的话我们有色的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 这个五根当中心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心它没有形体 没有味道 没有形状形色的 而这些根按照内道的说法或者世间的说法 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全是与肉体和外乘 乘有关系的一个是有碍物 一个是无碍物 那这两者在本质上显然是相偉的 所以肯定不是住于根上面 再加上有些其他讲义里面所讲的一样 意识并不是根上存在的 如果根上存在那以他体的方式来存在 或者以一体的方式 一体的方式存在的话 眼根已经成了石了 那这样不合理的 有眼根 有眼睛的人都有眼尸 尸体也是有眼舌 所以尸体也有眼尸了 有这个果实 然后如果以他体的方式存在的话 那除了眼根 耳根 鼻根以外 其他一种石的形象也好 它的本体无法建立的 所以在根上肯定不存在的 我们觉着心是不是安住于外面的色法 眼睛所看见的对境的色法 或者耳朵所听见的声音等 外面的无尽上面存在呢 也不是 因为外面的无尽完全是各种四大微乘组合的 而心刚才所分析的一样 它没有这种心体 这两者本质上是矛盾的 所以也不可能是外面的色法上存在 如果色法上存在的话 那我们心变成柱子 变成瓶子等等 那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不过有时候迷乱现象当中 好像心也跑到外面去了 有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你今天到一个花园里面去 花园开的鲜花也是五颜六色的话 一下子好像心已经跑到花园里面去 自由自在的心上也有这种感觉 但这毕竟是一种家里的分别念 其实在外境的色法上面不可能存在心 我们进一步地分析 外境和根 中间存不存在 比如说我前面有一颗柱子 我的眼根跟中间有没有心呢 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因为前面只是一个空荡荡的虚空以外 除此之外没有所谓的心在外面飘来飘去 这样现象谁都不会承认的 这样一来根和经中间在三个地方绝对找不到 然后我们的心是不是在身体里面 身体里面你的肝胆肺或者大肠小肠等身体里面的内脏伤 存不存在呢这也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当然有些人认为好像所谓的心住在整个自己的身心 以前上师也讲过 虽然现在汉族的有些人认为心在大脑当中 因为依靠外面的一些教育也这样认为的 有些佛教或者藏地的人认为心在心脏当中 但我们表面上看有时候生嗔恨心的时候 好像心里面很不舒服的在心脏当中存在一样 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只不过只是一种分辨力而已 按真正来观察的时候我们心脏再进一步地分析 如果真正是心在心脏里面那心脏的上方还是下方这样观察 或者我们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做手术做抑制心脏 有些猪外面的一些其他动物的心放在我身体里面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我也变成猪呢也并不是 但是也有一点影响 这是现在有些医学家在外面做手术以后 有一个年轻人他当时没有找到人的心脏 后来有猪的心脏夹在自己人的身体当中 后来这个人经常喜欢跑到垃圾堆里面去吃一些布金屋 这是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心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当时他的肉体我们以前讲《前世精神论》的时候也是讲过 他的肉体对自己的心脏也有一定的作用 这是作用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个好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心情好一点 住在不好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心情不舒服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肉体生病的时候心情不好 这些只不过是在暂时面当中互相起作用而已 实际上真正的心是每一个众生他自己有一个固定的相续 这个是不可能改变的 所以我们心不应该成立内在内在当中也不存在 然后心在外面 外面也是绝对没有的身体的比如说手 脚或者整个骨头 肌肉 在外面到处去寻找所谓的心也不可能有的 除此之外的踏出除了我们身体以外的 在衣服里面 在钢子里面或者在你的钱包里面 有没有心是没有的 不过喜欢钱的有些人天天都想着钱包而已 但是外面是没有的心不在外面 除此之外在别的地方也绝对是没有的 这样以后我们应该通过分析 有智慧的人慢慢慢慢想的话 的确是所谓的心里里外外都是没有的 佛陀在《宝积经》当中也是说了 心与内无有 与外也无 儿子也无有 且不可得 所以我们在《三所海》当中也是应用过 心在里面也没有 外面也没有 内外二者的中间也是没有的 实际上就是了不可得的 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也是不可得 这种不可得并不是已经在存在而得不到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观察 看这样的心到底存不存在 最后真正认识到心原来都是不存在的 有时候我们生起极大的嗔恨心或者贪心的时候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颗恶心 但是你真正去观察它的本体的时候 无论是它的住处也好 它的来源 它最后的去除全部都不存在 因此我们在学《无常密法》的时候 经常讲破除十字心房 刚开始的时候观察自己心的来龙去面 以后认识到心是不存在 显宗当中也是有 比如说应该是在《能阳经》吧 《能阳经》还是《南切经》 当时目瞪家女诱惑阿难尊者 然后闻殊菩萨来引导他 最后佛陀跟阿难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有七种真心法 里面也是跟这里的抉择基本上是相同的 心在身内有没有观察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心在身外有没有进行观察 第三个 潜伏根里 心是不是潜伏在根当中也有观察的 然后第四个是在不看见的 隐暗的地方存不存在观察 第五个 心随处何处去进行观察 然后第六个在中间 在中间 比如说根和吉纳在中间 还有心无所处 最后第七个心无所处 从几个方面进行观察 你们也是有时间的时候应该观察一下 当时阿难尊者也是通过佛陀的引导之后 真的是了解到心的本体 利根者通过一个上师 或者一本书里面的一个教言 对一辈子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断除轮回的根本 而愚者确实是怎么样闻思 怎么样修行 始终也是得不到真实的收获 六主在《谈经》当中也说了 世人玉米不见薄弱 我很喜欢这句话 因为世间人真的是很愚笨的 很盲目的 真正薄弱空性的本体根本见不到 现在的人都不要说是薄弱正见 世间的一些珍贵的古人的一些道德 古人的一些善心 这种有良传统和行为都是 全部一一践踏 置之不利 在这样的时代当中真正我们如果去完全这样分析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要一定明白 佛教当中抉择的这种方法跟其他任何宗教 和世间的一些论典完全是不相同的 而我们佛教无论是对心也好 对身体也好 对前面的感受做一一的婆媳都有一个不空的特点 任何一个人用理性来反驳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多人也是以前学一些大学 学研究生 在这个时候可能感觉到很多问题 自己也是觉得这是没有什么不懂的 但是佛教越来越贪疚 越来越去深入的话 里面还有更深的一些密意 这是佛教的一种特点 因此佛陀在《郎切经》里面也说了 分析物合和肥如外道间 对心事如果你这样分析以后 很多都是除了缘起以外真正的本体绝对是没有的 那么这样的特征 与外道的见解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学外道的 对外教的见修行过并不是特别的精通 但是也有所了解可以这么说 很多道友从小学到大学很多人也看过不少的书 但是很多的理论 我想通过我们的智慧都是可以反驳 可以推翻 可是你遇到佛法 尤其是你进入到英明和中观的领域的时候 你就有没有能力反驳中观空性的真理 我看是没有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的很多知识分 平时在世间上是很傲慢的 一来到英明的比赛场 他们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以前在世间当中自己觉得 我的智慧极其敏锐没有一个传不过的 可是现在中观的盔甲 有些人遇到以后 佛陀的高僧莫作的智慧真的是了不起随随随随 除了这个以外真的反驳的想法和力气是没有的 所以世间一般的凡夫人真的要想推翻佛陀的身奥智慧 这是可以说做不到的事情 颂诗当中这样说的 非生非一生 非和业非离 无少食心骨 有情心涅槃 紧接着也讲到 我们所谓的心事 并不是自己的身体 如果是身体的话 大家都应该清楚 身体它是无情法 无情法那么我们的心事也变成了无情法 但是这样的道理谁也不敢承认了 心事绝对不是身体 这个是谁都会知道的 那么身体以外 除了身体以外有一种单独的实有法 是不是呢 那这个绝对不是 因为身体以外有一种实有的心事 离不开前面的观察 身体的里面 外面或者以身体 以塌地的方式存在 还是以身体互相挂钩项链的方式存在 这样一一观察的时候 除了身体以外的心的本体也不可能成立的 然后身体合合 比如说牛奶和水融在一起一样 这个身体跟心事全部无二无别 融入一体的方式存在 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存在一体 那我们身体上面稍微切一块 心事也是切一块的 那么这种身体也应该有感受 比如说我们的脚已经切断了 切断了以后 那么这个脚也应该有感受 或者我们的手指看断了以后 这个手指也应该有感受 但是这个绝对是没有的 如果是跟身体无二无别一体的话 应该会这样的 然后除了以外 离开身体单独地 像外道和其他宗派所讲到的那样 在另一种方式来守护身体 或者以身体用其他的方式来存在 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通过这样的观察之后 我们应该知道 迷迷糊糊的心 其实只不过是暂时面当中的家乡而已 实际上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相续当中生起的 贪心 诚心 痴心也好 或者信心 打败 菩提心 再从生意当中来观察 就像《中观根本回论》里面的观点一样 完全都是不会存在的 正因为是这样 我们佛陀在《宝积经》当中也是说了 心无有舍 也无有所事 无有阻碍 非为所义 在《宝积经》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 心没有掩饰 也没有所义 也没有所义 这样以后 所谓心的本体 如果你真正依靠你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或者用你传承上师的教言来慢慢地安住 然后开始观他的本面的时候就非常的稀有 就龙猛菩萨《有关教言》里面所讲的一样 心的本体一旦认识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可笑 可以这么说 当然我们从理论上就可以这样讲的 但实际上也是像我这样的人来给大家 说心的本来面目也是非常的可笑 以前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 平时他的情绪极其地糟糕 这样以后找一个心灵医生 这个心灵医生观察半天他告诉他 现在你的心灵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 我们这里据说是有个非常著名的一种喜剧演员 你看他的节目 好多人应该忘怀自己的一些得失 然后获得开心 所以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聊一聊 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对方没有说话 最后一生态度一看那个人很难为的说是 其实那个著名的演员就是我 但是我很惭愧当时这样讲的 因为他当时的各种表情各种行为让无数的人会开心 可是他自己经常也是在心里无法调整寻找医生 所以像我也可能不超出这样吧 在你们这么多的大智者面前 一直开始心的本体如何如何 这样确实是很惭愧 但是有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确实是传承上师的这些教言 有时候想起来也是真的非常珍贵 现在我们的世间当中在社会当中 人人都是为了奔波金钱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忙碌 实际上真正获得佛法的快乐 或者世间当中以知足少欲来过世俗的生活 或者以薄弱空性的无声和我空性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始终都是处于一种快乐和无有自作的状态当中 这样的修行人都可以说了如诚心 并不是很多的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应该说 佛教是我们人类的感动妙牙 可以说谁享用呢 谁享受到最至高无上的快乐 我们前面的观察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应该知道心的本性没有任何实有的性质 正因为众生的心没有任何的实有所谓的有情 有情在藏文当中是有心的意思 因为石头木头的没有心 而众生不管是牦牛还是人类都有这个心 所以有情也好有心者的众生他的本性就是涅槃的 他这里涅槃当然《相关专案论》里面讲涅槃的意义 有自行涅槃和不住涅槃 还有有意涅槃和无意涅槃等 自行涅槃一切万法的真相 就是离四边八息的这种本体叫做自行涅槃 不住涅槃诸无菩萨事先离开人间等等 还有有意涅槃和无意涅槃 大乘和小乘都有不同的说法 我在这里不许说 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众生如果真正明白了这个心 心的本来面目完全是明白的话 那那个时候已经不明可以说已经证悟了 当然这种证悟原来我们也讲过 有些是文字上的证悟 有些是修行上大概总体的一种证悟 有些完全的一种体悟 所以你只要是完全体悟的话 那今天是众生 明天可以变成 一刹那间当中也不用明天 当下就变成佛陀 正因为这样《六咒谈经》里面也说了 自行若无 众生是佛 自行若密 佛是众生 有这么一句 所以现在世间当中的众生和佛的差别 就像弥勒菩萨那样的 物和弥之间的差别 一个是悟到 悟了以后当下都是 禅宗的很多世间 凡夫人当下都开始 可以说超脱我们的生死 应该说到达一种圣者的境界 并不是很困难的 这也是因为诸法的本体本来都是清净的原因 本来都是不清净的 一个大德或者一个成就者通过修炼 或者他自己所看见的范围已经变成清净 或者他在自行当中已经清净 外面不清净 不是这样的 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说了一切诸法如善事 我们以前麦彭仁波切在有关教言当中也是用了 其实一切诸法的本体本来都是离一切习论 跟三世诸佛的本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弥勒菩萨也是有关教言里面说 善有几灭平等心其实这是非常甚深的教育 三界轮回的众生看起来都是默默火火的 每天都是特别的可怜 其实他的本性每一个众生如果当下遇到善知识 已经认识了心的本来面目就当下开悟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住在屋子里面的时候 就有时候想为什么现在放不下世间的一切 应该很想跟其他高僧大德的足迹拼命地去追 但是我们凡夫人的有些缘分 有些利器 各方面都是因缘不足 今天发一个誓愿我一定要行持三藩 一切的一切全部放弃 但明天又随着另一个习气就开始转变 所以说实际上真正轮回的本体跟涅槃没有什么差别 正因为这样印度的大智子萨拉哈巴尊者 他也是说了轮回如火即涅槃 所以我们以前有关的一些教言当中 这些圣者们的教言都是非常多的 可是真正的内容完全我们明白的人不是很多的 去年我们讲《中论》的时候也说了 是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 麦弗仁波切在《定戒报道论》里面 也有相同的一些教言 但是真正从内心上体悟 世间与出世间或者我们清净的法 和不清净的现在当下的这些法一点也没有差别 这样的道理谁能明白 在世间当中可能也不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通过上师的教言跟佛陀 在经典里面所讲的内容 后来的寂天论师和月城论师他们所决斩的 这几个窍诀结合起来应该 我们凡夫的心进行剥夺 最后让凡夫的心 迷乱的心 从密嘴当中让他醒悟过来 这是很有必要的 否则很多人正在做梦 就像一个人发酒疯 他自己正在陶醉当中 他说的话 所作所为其实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我们也是这样的 应该从薄弱空性来衡量的时候 很多行为并不是达到真相的 这方面应该随时观察 这样以后真正心的本体 佛陀也是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诸佛未见 也不可得见心 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也没有见过 现在也不见过 将来也是不可见的 心的真正本体没有任何可见的话 谁来见 这样以后我们对心应该有所认识 很多人说 我今天心情不好啊 好苦劳 很痛苦啊 佛陀也是没有见我们的心存在的 说痛苦的 情绪不好的心到底在何处啊 可以自己对自己这样问的时候 真的你的烦恼可以说是 在名言当中来说也可以荡然无存的 这也是中观的一种威力 因为懂了中观 学了中观以后 逐渐逐渐我们世间的执著 慢慢慢慢地会潜移默化 慢慢慢慢就没有了 我都想说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 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大多数的时间跟道友经常沟通 谈一些中观 学一些空性 那这样一天当中不一定看出来 噢 你的衣服好像穿翻了一样 马上这可能除了利根者以外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慢慢对原来社会的执著 逐渐逐渐以空性的威力和智慧的威力 会减少 会淡漠 这是应该有的 每一个修行者的行为当中也是看得出来 下面讲无根实不成立 无根实不成立通过善识的观察方法来进行抉择 你既先有时缘和二生识 识经若同时一生何待缘 识若后经其缘和二得生 这是通过三个时间来观察 我们的五根实也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人的心要么是以意识独立的方式来存在 或者以根实 依靠五根而产生 根实存在 那么意识不存在的道理我们前面已经破析了 现在根实是不是存在 我们不是眼睛亲自看到了外面的舍法 而若亲自听到了外面的声音 那这些耳时 眼时 彼时都不承认的话 是不是见闻觉知都全部灭没了不存在那也不是 名言当中虽然有一种如幻如梦般的现象 但实际当中我们的眼时彼时也实际上不成立 怎么不成立呢通过善识来观察 怎么会成立的 然后首先如果实存在的话那么实与外面的外境 这两者是同一个世间还是非同一个世间来产生的 如果不是非同一个世间来产生的话 那首先是不是你的根实先产生 然后它的外境后面产生的 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也不合理的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根实离开了外境而自己独立产生 要这样的产生不合理的 比如说明天花园存在 今天我看花园的岩石存在的话 那我当时岩石产生的时候 它明天的外境还没有产生的 所以根实和外境应该说是 它们一个是所缘金一个是依靠所缘金来产生的 但是如果这个金没有的话 那它的实是怎么会产生呢 这个实肯定不会产生 愿什么样的对境而产生呢 那这样以后对方都没办法说话了 因为你的眼尸也好 二世也好 你面对它也可以说 关带它的对境不存在的话 那它自己的本体绝对不可能产生 这是也不可能的 然后第二种情况 根实与外境是不是同一个世间当中产生啊 有些人可能这样是对的 因为我现在正在看见色法的时候 其实我的眼尸也是存在的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因为如果你的根实和海外境 同一个世间当中那互相都没有任何关系 同时无有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它们两个之间没有因和果的关系 如果没有因和果的关系的话 依靠对境而产生你的眼尸 或者你的眼尸跟对境有关系 那这是不成立 如果你对对境一点关系没有那你不需要对境了 这样一来这种同世的参生方法也是不合理的 第三种情况也就是说 事在后面 对境在前面 这是我们一般进步众在名言当中 认识对境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承认 啊 前面对境和作业还有根存在 然后再产生这种实 但是这也是只不过未经观察的一个名言的说法而已 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 你前面的这种对境产生完了以后 一刹那就已经灭完了 然后你产生根实的时候 原来的这种灭法根本不能起产生根实的种子 就是像《纵论》当中也是说了 云和阴灭时而能生于果 如果你的阴已经灭完了 那怎么会是能产生果啊 产生果不可能是用世女的儿子而产生的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依靠阴来产生果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父亲生儿子 父亲存在的原因生儿子 但这也是世间当中其实是一种愚昧的说法 这是孩子的生长过程当中 有一个父亲的不经种子 人们成为他的父亲而已 实际上你的儿子存在的时候 原来的父亲不可能有的如果是有的话 原来生儿子的父亲是二十岁的话 那你生孩子七岁的时候 你这个父亲还有二十岁的话 那在世间当中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原来二十岁的人和后来到二十七岁的人 是不是一样呢那不能说 如果是一样当然有很大的过失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很多音乐果的观念 实际上它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但是人们在错误的境界当中 只有随身世间跟着别人做梦 不得不这样的 所以这不仅是我们在这里观察 包括《四百论》当中 什么 知缘未有过 知非再见现 知识好像指的是厌世吧 因厌世因为所缘没有的缘故 那个识并不是现有的 这是跟前面第一句里面所讲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后面说是 聚后知汤卷同时见无用 如果《四》在后面 经在前面那不行的 他的《四》已经汤卷了 已经没有任何业了 如果你说第三种情况 《四》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圣田论师的观察方法跟我们寂天论师的 观察方法是一样的 在世间当中虽然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绝对也是不能成立的 总而言之我们前面观心念著的时候 你所有根实的心也好 意识的心 所有的分别心也好 无分别心 这些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应该聊到像虚空一样的 佛经里面也说了 观心如虚空 视为心念处 这是佛经的教言 我们什么时候通达了自己的这一颗心呢 就像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信心修行》里面 所讲的一样的三层虚空所介绍的虚空一样 无有任何阻碍而了到他的本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基本上通达了心念处的道理 这是讲的心念处下面还要讲法念处 法念处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诸法成立无声之力和 还有遣除对他的争论 首先是讲一切诸法成立无有产生 故应不能知诸法成立无声 因为我们以上的各种不管是外境 身体还有根这些来觉知 然后内心的感受还有我们的心思 从各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在整个世界当中 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法产生的 不管是有微法还是无微法 或者是心法还是外面的舍法都是没有任何产生 这就是一切万法真正的真相诸法无声 诸法无声经当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窍诀 这方面的窍诀比较多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前面的分析 或者说下面的窍诀用理证来抉择 一切万法没有产生 如果我们知道无声的道理 无声就是说没有产生 如果知道无声的道理那就是无诸无名 后面有微法的几个法相很容易明白 所以有关的一些经典和论典当中 诸法觉则无声 这个无声的意义也是比较广的 在麦芬仁波切的其他教言里面讲所谓的利息 无声 生意地还有自然本质等等 这些意思应该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通达 一切万法是无声的 所以佛陀在《能切经》里面也说了 我说如是法 与否不能知 一切法不生 无心无所有 佛陀所讲的这些法真正的本体 现在世间上的人不要说 我们圣子小乘中的极个别身为缘觉中心 闻思多念的这些包括圣者 也不能完全地明白 佛陀所宣讲的利四边八戏的 无有自信的 无有所谓的 这样的法不能了解 那么这种道理其实并不是光是佛陀 就是在佛经当中这样说说而已 以凡夫人或者圣者的智慧进行破析 进行破析的过程当中 诸法的确是不能产生的 如果要是产生的话 我们原来说破有无声音 或者以四边声进行观察 四边声进行观察 必费毕生起从他 业非共生利无因 原来在《入中论》当中说 必费毕生指的是在诸法 并不是在他自己的本体当中产生的 然后如果他自己的本体当中 没有产生 难道怎么会是能在其他的法当中产生呢 如果自法当中也没有产生 他法当中也没有产生 自他两者的共生怎么会有呢 如果这三种产生的方式没有那无因产生是更不能有的 所以通过这四边来进行抛析的时候 我们诸法的产生的确也是没有的 这个是学过《入中论》 学过《中论》的人大家都知道 只不过是我们在名言当中说 啊 现在已经开春了 青草在顶里面开始产生出来了 然后某某某某人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很可爱的 我们世间迷乱的显现当中或者人们的交往当中 经常有所谓的产生 其实这样的产生真正用宗瓜来观察也是没有的 《中论》里面所讲的 诸法不自生也不从他生 诸法不自生也不从不供无因 事过之无生 这样的教言跟推理方法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自生那自生有无穷的过失 如果他生那么火源当中也应该产生黑暗等等 供生应该具足以上这两大过失 无因产生那么随时随地都是 无有因缘具足的时候也是诸法应该产生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过失 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对诸法无生的道理 产生非常坚固的信心 那最后宗观所谓的见解还是有所认识 我想在座的这些道友 很多人都是现在闻思了许许多多的宗观法门 尤其是学习了《入中论》和《根本回论》和《四百论》 这三大中观 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为的重视 你学习了这些中观以后应该对中观的无生法门有所认识的 尤其是曼彭仁波切的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中观庄严论》 这个《中观庄严论》真的是在世间当中是一个珍宝 也是一个如意宝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学习了《中观庄严论》以后 对整个大乘的唯师宗的观点也好 然后我们这个中观的观点 包括对小乘的一些观点认识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所以这些窍诀和论典学习之后 应该佛法广大如海的教言 可以说是很轻而易举的方便方法来入于自己的心 这种窍诀在我们世间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么这样的获得希望大家应该要一种共同的努力 这个很重要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当中 我觉得闻法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闻法 那么真正的佛法很难以通达 闻法的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以前看过《正法念处经》里面说是 一切法觉要有闻法 若不闻法 欲法不觉有这么一个偈颂 一切法的觉悟我们一定要通过闻法来了解的 如果我们没有闻法的话 对佛法深奥的意义一点也是不会觉知的 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认认是 闻思也是通过自己的证慧来了解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在这个经典里面已经刚开始略说的时候 讲了大概七个功德 就是闻法的七个功德比如说第一个 为所为闻的有听闻 通过听闻来得到的 然后第二个功德通过闻法 你以前所闻的教言进行坚固 然后第三个就是舍弃恶业 你通过闻法以后完全舍弃恶业 第四个通过闻法能转生到天界当善趣 然后第五个功德通过闻法你的严肃生命 我们很多人都是想自己长久住在世间当中 通过闻法也是能得到的 然后第六个功德 就是圣者生起欢喜心 圣者兼耳生心 然后第七个功德对佛陀起信心和恭敬心等等 最后讲了三十二种功德 平时你们有时间的时候 希望大家应该看一下汉文的译本当中的 有些教言比较易懂 讲了三十二种文法的功德 那么这些每一个功德我们真正是听到的话 无论是你现在通过光盘也好 或者我们亲自在任何一个善知识面前 听受的话应该会有兴趣的 因为我们凡夫人始终经常要充电 你经常没有充电 经常没有观点的话 经常没有观察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原来我听过一段时间的法 然后中间也一直放弃 可能最后你的相续慢慢慢慢与正法逃离 正法愿的表面上看到也许你们可能认为 堪布都是很快乐的 让我们天天又要听课又要听辅导 又要背诵这样很累啊 我们很累的他都是很快乐的 但实际上你们也是可能这是一种观点 其实我也是一边自己也是在不断地 有些善知识面前通过各种方式来闻法 一边也是对你们的这种闻思 还是付出一些代价 我记得以前有一则公案 有秋天的一个田野当中有三个老鼠一样的田兽 然后这三个田兽为了过冬做好各自的准备 准备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田兽 他就急急忙忙地一直寻找粮食 鼓泪 还有得到的这些一颗一颗的 向洞里面拉着一直忙着的 另一个田兽他就为了在冬天的时候做一些放寒的准备 然后在外面的一些稻草 还有一些面絮 有一些关于有关放寒的这些东西也是拖到洞里面 一次不断地忙着 然后还有一个田兽他非常的闲着 在外面悠悠荡荡地一直有时候看看天 有时候看看地有时候一直躺在地上 很快乐的 然后这两个田兽还是很有意见的 觉得我们都是这么忙着的他为什么是这样 一直不理解 但后来冬天就来了冬天来了以后 他们三个田兽都转进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洞里面 但这个时候生活还过得不错因为也有吃的 也不能 虽然外面的整个大地像东城钢铁一样非常坚硬 也不能出来一直在冬天漫长的日子当中 他们三个一起生活一次生活的时候 久而久之好像觉得有点无聊 他们每天都是无作实实 有点痛苦 在那个时候刚才第三个田兽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非常多精彩的故事 他给他们一会儿讲我在原来秋天天野当中 遇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做什么什么事情也不断地讲 然后我在河边的时候也遇到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的家庭状况也是如何如何的 一会儿说我在书下面也听到一个鸟儿的歌唱 这个歌词的内容也是什么什么 他这样一直讲下来以后原来这两个老田兽他们都觉得 其实他也是给他们做好果冬眼光的准备 也是一种快乐所以后来是理解了 所以说希望你们也不要认为我特别的快乐 开玩笑 哦哦哦哦哦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